游戏中,常常看到AI在复杂的地图上走来走去 他们会绕开地图上的障碍物,也会找桥过河 这些让AI看起来很聪明的动作 都是借助了游戏的路径搜寻系统 即使战略游戏中,动辄上百只AI同时在行动 而且地形随时都在变化 可能上一秒才找到了路径 马上被新盖的建筑物阻断,又要在寻找线的路径 而枪战游戏瞬息万变的战况中 AI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拟定作战路线 不然敌人就跑远了,像这些重度依赖路径搜寻的游戏 就需要一个高效率的演算法 让AI可以快速在地图上找到路走 大家好,我是来自嘎姆的小哈片客 今天来跟大家谈谈A-STAR演算法 A-STAR演算法是一种适合电脑执行的路径搜寻方式 只要重复三个步骤就可以找到最佳路径 如果你有一个以节点构成的地图 而且每个相连的节点之间都有一个固定的移动成本 这边讲的移动成本通常是指 从一个点移动到另外一个点需要的时间 那么这样的地图就可以使用A-STAR演算法 快速找到地图上任意两点之间最佳的移动路径 A-STAR演算法几乎适用于所有的地图类型 包括道路驾驶地图、方格地图 甚至3D地图中高低起伏的地表也没有问题 要讲A-STAR,我们得先认识戴克斯特拉演算法 Dijkstra's Algorithm 因为我们今天会谈到的所谓演算法 都是从这个演算法衍生而来的 戴克斯特拉是荷兰搞城市专业的贤区 1959年他在期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 开启了电脑在搜寻路径上的智慧之门 现在我们将要用一个RPG的观点 来实际操作一下这个演算法 假设你是一个进入地下城的勇者 在到达最后大魔王的房间之前 会先经过很多安全的魔法阵 但是每个魔法阵之间都有一个魔物把守关卡 勇者需要消耗HP才能通过关卡 并前往下一个魔法阵 这时你该如何选择路径 让你在面对大魔王时能保留最高的HP 这边要先解释一下 待会我们在白色格子内会做些什么事 首先是格子的左上角 这里用来记录勇者走到这一格的时候 耗损的HP总和 接着是格子的左下角 这里会放一个箭头 记录勇者是从哪一个方向走过来的 然后是格子的右上角 这里若是放上一个锁的图案 表示这里已经被锁住了 不用再对这一格做更进一步的计算 好了 那么我们就从勇者所在的位置 依照戴克斯特拉演算法开始寻找路线 步骤一 锁住HP损耗最低的格子 这边比较特别一点 因为一开始勇者没得选择 只能从入口开始 我们在左上角记录目前勇者的HP损耗量 也就是0 然后在右上角上锁 表示这一格以后不用再更新 接下来是步骤二 找出上锁格的相邻格 也就是A B C 三个格子 然后步骤三 依序计算前往这些相邻格子的HP损耗量 首先我们来计算A格 在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从出发点走到A格 会遇到一个损耗勇者4滴血的魔物 而在出发点的HP累计损耗为0 因此到达A格的时候 血量损耗应该是0 加上4等于4 我们在A格的左上角写上4 并且在左下角加上一个向上的箭头 表示这个血量是从下面这条路走上来的时候计算的 接着我们对B格也做出同样的计算 从出发点到B格会遇到2HP的魔物 所以我们走到B格时耗损血量为2 然后加上一个向右的箭头 表示这个血量的计算是从左边来的 然后对C格也要做计算 从出发点到C格会遇到6HP的魔物 所以我们走到C格时损耗血量为6 左下角加上一个向右的箭头 表示这个血量的计算是从左边来的 好了 三个格子都计算完毕 现在又要回到第一个步骤 我们要从还没有上锁的格子中选择一个血量耗损最低的格子 A格目前是4B格是2C格是6 因此我们选择B格然后给它上个锁 表示以后不用再更新它了 这边讲一下为什么以后不用再更新B格的原因 因为目前B格在所有未上锁的格子中血量耗损最低 以后若发现有别的路径可以通到B格 血量耗损肯定比目前计算的数字还大 比如说以后如果可以从A格经由别的路径绕到B格 但A格的血量损耗就已经超过B格了 再通过别的魔物来到B格的话 肯定损耗更大 那么接着我们来到步骤2 找到与B格相邻的格子 包括了出发点和C、D、F 找共4个格子 但出发点已经锁上不用再更新 所以我们只要把C、D、F 3个格子送到下一个步骤就行了 然后步骤3 首先看C格 C格之前已经算过了 血量耗损是6 现在我们计算一下 若是从B格前往C格的话 血量耗损是B格目前的2 再加上BC路上的3 也就是5 注意到了吗? 从B过来会比之前计算的血量耗损更少 所以我们要更新一下C格的耗血总量 左上角的数字改为5 并且把左下角改成往上的箭头 表示这个损5滴血 是从下面上来这条路的计算结果 接着算D格 耗血量为B格的2 加上通道上的8 在D格左上角写上10 并加上向左的箭头 最后算F格 耗血量为B格的2 加上通道上的6 所以在F格左上角写上8 并加上向上的箭头 继续重复这3个步骤 步骤1 从AC、D、F4格中选择1个耗血量最低的 也就是A格 然后给A格上锁 接着步骤2 找出和A格相连 并且未上锁的格子 也就是C和E这两格 然后步骤3 计算C格的耗血量 A格的4加上AC之间的3等于7 但是7比之前计算的5要来得糟糕 表示从A到C这条路比较不好 所以不用更新 接着算1格 耗血量是A格的4加上A1之间的7 耗血量为11 然后记录箭头方向 再回到步骤1 从C、D、E、F4格中 选择耗血量最低的C格上锁 然后步骤2 列出与C格相连且未上锁的 只有F这一格 步骤3 计算F格耗血量 C格的5加上通道上的2等于7 比之前计算的耗血量更低 所以要更新为7 并且记录箭头方向 接着回到步骤1 从D、E、F中选择耗血量最低的F 上锁 哦? 上锁的格子是目的地 所以我们的路径搜寻就结束了 最后的路径可以从魔王的房间开始 依照黄色箭头的反方向往回找 记得黄色箭头记录的是勇者从哪个方向进到格子的 因此我们把来时路连起来 依序是F、C、B以及出发格 这样就成功帮勇者找到一条最好的进攻路线了 怎么样? 就是这么单纯的三个步骤 就开启了AI寻找路径的大门 据说这个idea是戴克斯特拉在陪老婆逛街的空档时间想出来的 虽然我们距离A-Star演算法只剩一步之遥 但在揭开戴克斯特拉演算法如何演变为A-Star的面纱之前 小哈想先用一个好工具让大家观察在一般游戏的网格地图中 AI寻找路径的过程 这个路径搜寻模拟器是在嘎姆的平台上开源释出的 有兴趣看程式码的同学可以进去看看 回到模拟器 我们载入一个平原小地图 设定起点和终点 然后选择戴克斯特拉演算法 再按播放键旁边的下一步按钮 我们可以看到起点的左上角画了0 并且格子变暗 表示起点被上了锁 接着再按下一步 我们看到与起点相连的四个格子变成蓝色 这是步骤2 接着再按下一步 这边开始步骤3 计算路径累积的通过代价 因为平原的地形通过代价为2 所以可以看到格子的左上角挂了2 继续按下一步 可以看到蓝色的格子一一计算完毕 接着又回到步骤1 从还没变暗的格子中 挑一个累积代价最低的格子 因为四格都一样是2 所以可以随便挑选一个上锁 再继续按下一步 我们可以看到步骤2 步骤3 然后又回到步骤1 接着我们直接按播放看到最后 大家注意到了吗 戴克斯特拉演算法 会以起点为中心 搜寻了一大圈才找到终点 因为在这个演算法中 只有在步骤1 会检查上锁的格子是不是终点 没有其他任何一处 会考虑终点的位置 虽然戴克斯特拉演算法 可以确保找到的一定是最佳路线 但这种效率对游戏来说是不够好的 著名的电脑科学家 都迪亚伯尔教授 在他1984年出版的书中提到了 起发式估价函式 这个估价函式和戴克斯特拉演算法一结合 蹦就出现了最佳估价优先搜寻法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起发式估价函式有什么用 估价函式就是一个计算式 用来评估一个格子到达终点 预计要耗费多少代价 至于这个计算式要怎么写 根据不同的游戏会有不同的做法 但一般是计算格子和终点之间还剩多少距离 比如这张地图上 用估价函式对起点做计算 也就是四格的距离 因为平原地形的通过代价是2 所以再乘上每格两点的代价 最后估价的结果是8 你可以把这个估价结果理解为 离终点还要走多久 在戴克斯特拉演算法的步骤一 我们是选择累积代价最低的格子 在进行后续步骤 但现在我们有了估价函式 我们改选估价最低的格子 这就是最佳估价优先搜寻法 过程完全没变 不同的只有步骤一的选择方式 围到模拟器来试试 我们先把演算法改成最佳估价优先 也就是best first search 然后按几次下一步 到这边都还是和戴克斯特拉演算法的结果一样 但格子下方多了估价函式计算的估价结果 就是那些绿色的数字 然后再按下一步回到步骤一 这时模拟器选择的是右方估价为6的格子 继续按着下一步 会发现每次在步骤一 都因为估价最低而选择最右边的格子 结果一点时间都没有浪费就找到了终点 虽然这个演算法很快 但是在复杂一点的地图中 我们会发现它找到的不一定是最佳路径 比如说这张地图 我们使用最佳估价优先的方法搜寻路径 就会发现模拟器在群山之间绕一圈才找到终点 实际上应该要绕开群山 直接往下走 然后在山脉南方右拐直奔终点 才不会多走这么多冤枉路 现在我们先来整理一下 戴克斯特拉是以离起点的累计代价为顺序前进 靠的是实际走过的路来决定下一步 而最佳估价优先法 则是以离终点的预估代价为顺序前进 靠的是预测未来还要走多少路 那么聪明的你是不是已经想到 离起点的累计代价 加上离终点的预估代价 不正是起点到终点的全程代价吗 把这个全程代价作为选择下一步的依据 这就是A star演算法 再次回到模拟器来试看看 我们先把演算法改成A star演算法 接着按几次下一步 格子下方的数字已换成蓝色的全程预估代价了 然后我们直接按播放键看到最后 这次模拟器成功的以高效率的步骤 找到了最佳路径 那么今天A star演算法就成功交给各位同学了 等等 其实我还没讲完 A star演算法虽然比最佳估价优先法来得更准确 但仍是使用了估价的函式 因此在更为复杂的地图中 找到的路径仍可能不是最佳路径 让我们看看这张地图 以及使用戴克斯特拉演算法找到的路径 是一条通过最上方再往南的路线 换成A star演算法后 找到的却是先往南再朝右的路线 这是因为A star估价的时候并无法预知北方过河之后 会出现比较好走的石板路 因此最后他判断先到南方再过河才是最佳解 要更进一步补强A star演算法 就是要改变估价的方式 比如在模拟器中将预估策略改为策略低 这个估价方式会考虑到目前格子周遭地形的平均代价 因此在过河前就会提早知道有石板路的存在 最后选择了和戴克斯特拉一样的最佳路线 当然没有一种估价方式是适用于所有情况的 所以游戏设计师就需要依据自己游戏的特性 加以调整这个估价函式来加强A star的能力 好了这下我真的讲完了 对AI演算法电脑绘图有兴趣的伙伴们 记得持续关注我哟